香港美食 請來 請問 台灣人所愛的美食之一 請問來自香港夜市 常吃的宵夜停載粥 其實是什麼粥 A 海鮮粥 B 牛肉粥 有… 那個A 海鮮粥 有機會 為什麼要慢慢冷靜下來囉 對 其實我們答對的題目 有時候可以拿出來 像那香港腳 應該很多人為香港腳熟苦 對 對不對 香港腳是夏天比較容易煩 因為潮溼 溫度高 霉菌容易復發 可是冬天呢 冬天不是香港腳會癢 是你乾燥會癢 你這個香港腳犯得很嚴重 你去沙灘上走一走 它那個熱啊 就會把你的霉菌殺死 好 我們來看看 五菌長旺 你怎麼會想到四川 因為它是辣的啊 辣的就是四川喔 覺得就是第一個反應 然後來不及 所以你答的是 這是台灣的 對啊 台灣料理最好吃的 請問 豬肉為什麼一起吃 更能吸收豬肉的營養素 我以為青椒耶 對 配大蒜嘛 你看香腸是配什麼 大蒜 大蒜 對啊 不是沒有想到 香腸不是豬肉 還人肉 是啊 因為沒有辦法聯想到 太趕了 太緊張了 其實桌上那個 對 對 對 根本沒有辦法反應 然後再反應 專家研究 吃肉不加蒜 營養減一半 因為豬肉含有高含量的 維生素B1 但這種維生素不太穩定 但人體停留時間也短 如果同時吃大蒜 蒜素與維生素B1結合 將水溶性的變成紫溶性 就會大大增加吸收的效用 這樣知道了 知道了 吃豬肉要配大蒜 對啊 我很愛吃大蒜 我只要吃飯一定吃大蒜 可是很臭耶 還有一題 還有一題我記得的 打籃球一分鐘還是喇雞一分鐘 打雞可以消耗熱量 喇雞正點的我跟你講 對啊 真的還假的 接吻就會消耗熱量了 我看你跟誰喇啦 接吻一分鐘消耗26卡路里 沒有 掙扎就可以了 掙扎 重量更大 打籃球一分鐘消耗7個卡路里 打籃球這麼沒有用啊 真的喔 那幹嘛打籃球 還傷害膝蓋 沒有 打籃球的時候 其實是籃球的卡路里消耗比較大 我跟你講 這題 這一題是最重點的 所有副理觀眾就跟旁邊的老公講 看到沒有 對啊 都還不能拿 來 抓我 對 來 那個主位 動一下 我身材剛剛好 我身材非常得剛好 他也是跟你們打算一樣平手的 你也是打對四個 因為小柯都可以吃 全部可以吃 好不好 謝謝 兩邊都平手大餐耶 都有得吃 對 小柯 小柯拿那個黏著 實在是滿危險的 真的嗎 好 而且想在你那邊比例特別大呢 你那個是什麼 紅豆 紅豆 而且它紅豆是一顆一顆的 好像在吃紅豆沙 有顆粒的 這個紮實 很紮實 其實各位知道 紅豆可以消腫了 對 紅豆可以消水腫 這是藝人嗎 藝人是藝尿 也可以消水腫 那紅豆也非常好 很農 紅豆女生吃好 瓜哥 我知道白白是什麼 什麼 燕乳牛奶 你好厲害 太厲害了 這樣演奏出來 各位吃冰的 兩道都吃甜的 對啊 會不會有點膩呢 沒關係 接下來這一道是鹹的了 到底是什麼 來 請上